大家好,我是朱思拉 說了這麼多日,林鄭就說到口都臭了 說一下收家的事 警隊玩這個郊遊apps 這件事我十幾年前已經知道了 因為我都吃不少好東西 看看這宗新聞說什麼 真的非常令人氣憤和生氣 當然,這一邊廂我們都很感謝這個警務人員 除了兼顧他們日常的工作 都要去幫忙做強檢、遺風、物資和大陸的檢疫人員 來到香港相關調配工作 但無論如何都好 舊這些事就斷正要站在那裡被人打 警隊有四名軍裝藍警涉嚴衰十一被人抓 消息指出一個十五歲的少女 她在去年年尾交友apps 認識朋友 現在的小女兒 我不知為何她不認識她自己童年 又或者學校的師兄也好 為什麼要去認識一些陌生人呢? 可能是為了金錢還是為了愛情 那就不知道了 先後發展四段短暫的感情 並且有性行為 十五歲而已 其實那些都應該全部抓了 誰不知她跟其中一個男生發生爭執 期間還要被人出言恐嚇 還要威迫性交 你那些小女孩跟她騙騙騙騙 玩一下情愛遊戲 那就無雙大雅的 但是如果你是拿一些威迫利誘的手段 現在最厲害的是什麼? 最厲害的是錄音、劇圖、放上網、報警 唉,為什麼這個時勢還會有人覺得可以威脅嗎? 最多是如死網破大家玉石俱焚 男男女女的玉體關係 這個不行就下過了 永遠這些修修的事情 都是被老師或者社工去發現的 所以我覺得現時社工的跟進 都能看得學生很好 即是極個別 五歲嶺嶺那些是極個別的校長 這麼PK的校長才會發生 這個女事主時候就向社工大肚苦水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人家父母 都真的不要這麼一刀切 只會批評、罵、批判小朋友 這麼貼身的事情 那個女生竟然不是跟她爸爸媽媽說 我覺得她父母都應該引以為戒 為什麼小朋友不跟你說和社工說 言談間引起社工的疑慮 她懷疑有人跟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 報警求助 警方調查後揭發四名軍裝警員涉案 我不知道她們是否同一時間一起玩 還是先後發生 如果先後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女生和我的喜好是一樣的 都是喜歡大隻、肌肉、Sporty 你這幾個requirement之下 很容易就會被擊中一些紀律部隊 紀律部隊多數都是警察、消防、離不開 就是這兩個行業 終須都有報應 今天15號終於把她們四個都被抓了 全部停職查辦 及後被隔職 就算過了確認的年期也好 遇上這些風化案、刑事案 都一定被隔扯 三皮幾的高薪人工化為烏有 不知道她們有沒有這個宿舍 如果有宿舍就更慘 本來有一間宿舍可以換居屋 換居屋 換居屋 居屋可以賣 變成私人物業 現在為了一條小妹 這樣就凍過水了 究竟她們有沒有另一半 如果有另一半 有沒有小朋友 一連串的問題 所以勸各位 做壞事之前一定要三思 消息指 這四名被捕的軍裝警員 分別隸居荃警署和觀塘警署 這兩個警署我又不是很認識人 所以應該都不是我認識的朋友 全部人涉及與年紀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 其中一個男子還包了非禮罪 另外一個男子刑事恐嚇 案件交重案組跟進 哇重案組 真厲害 原來這個交友程式 我已經退休了 不玩Skill 不玩Tinder 現在竟然是玩Hey Mandy 匿名交友 我好像知道有些交友App是語音的 它是不需要去看你什麼模式 照片 它是拿一個聲音來做排頭 你每去認識一個人 你不是發訊息 你是直接跟他對話 就像打那些寂寞的心俱樂部 你一接通一條線 你就說吧 聊天 但我覺得有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 隨時對方覺得你不好談 或者不合談 他是隨時咳你 嘩 那個感覺是比文字更加難受 突然間你這邊很Hyper 聊到以為自己很投契 佔入大直路 佔入街景 但對方突然咳你那一刻 真的很失落 這個女生十五歲 認識了幾個男生 被人拘捕了這幾個 就是落鑊 其他會不會有些還未落鑊 現在我也知道有很多女生 出來玩一些交友App 甚至是有金錢交易 我也知道 因為我有些朋友都是做Gym 大大隻隻做健身教練 都很多 好話不好聽 雖然說她是食女無數 她都說 嘩 你們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現在的小妹是非常主動 非常開放 非常 她們會做一些 你想都沒有想過會做的事情 我就很普通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也是乖 他很少出去玩 又是交友App 給一個女生玩弄感情 她就散了 散了之後 我又說 你不需要那麼痛苦 女死女還在 永遠總有一個在附近 你認識別人 不要在家裡哭苦哭忽 我要勸的勸了 要說的道理已經說了 差點粗口也罵了 這女生這樣對你 你都在哭 我真的想一巴掌聲 轉360個圈 她就認識了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還在讀書 還未畢業 她一開始就跟那個女生很開心 就是sweet sweet puppet love 突然間好像找到初戀 20多歲 人20到問 就認識了一個18-19歲的女生 她那時候一開始很開心 突然間她跟我說 她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析一下 這個女生其實是乖還是不乖呢 大家又給點意見 當然我嘴是比較臭 她就說這個女生是似女 還有一隻豬仔掛著一個美豬 可愛的認證 誰不知在她們試試試看的時候 所有的含吹奶絕損都用完了 但是這個女生竟然在我這個朋友 愛的發射的時候 她竟然拿一個吃東西的器官 去接著她一些愛的發射的子彈 然後是全部吞下肚 她說 不可以浪費每一滴 每一個愛情種子 我這個朋友就突然間那一刻很可憐 她說 不要啊不要啊 但是這個女生已經 吞吞下肚 然後伸條來出來 喵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這個朋友就覺得 蛤? 一開始她覺得 這個女生是很純情 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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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那個動作 你竟然全部吞下肚 她的愛的子孫 她就來問我 她說 我這次是不是又被人玩 我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去看 就算這個女生怎樣也好 起碼她還是有一個精節牌坊 在這裡 起碼她是沒有 你腿張開的 也有分張點不張點的 我只是覺得 衰點說 退一萬步 下面也有三個洞 前面那個拿來 後面那個和中間那個 起碼都保住了中間那個 後面那個我不知道 我也沒有問得那麼細節 反正你覺得這個女生是對 是好 即是大家相處下 是合格的 那就再想一起 如果不是 就算她有和其他人發生過性行為 或者沒有和其他人發生過性行為 都不可以為一個 衡量她是好女生與不好女生的標準 即是我覺得 有很多人性濫交 未必她是一個不好的女生 但有很多人是真的 我認識一個朋友 三十歲 還抱著一隻豬 但她就跟她當時的男朋友說 麻煩我媽媽說 我媽媽說 這個世界上 除了男生是媽寶之外 有很多女人都是媽寶 她媽媽就是寡母婆 臭大她兩姐妹 我這個朋友的女朋友 是個妹妹 她就說 一定就要買樓 還要是個男的 給首期 然後兩個一起供 名字就要落男生女生一起的名字 而這樣才可以慢慢 和你談下一步大家結婚的前提 那我就覺得 不合理 那為什麼 那層樓大家一起供 那你首期也要大家一起拿出來 因為我真的認識有男生朋友 是給自己買那層樓 自己供 自己給首期 因為最後寫完女生的名字 是結婚之前發現女生有幾乎 而撇嬌的時候 那層樓是要賣她隨意來分 真的有這樣的個案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那些男生經常這麼孤寒 抱著個雞近 找鬼跟你一起揹 又要跟你生兒子 還要跟跟計較 就像大陸那些人所說 不是那麼多人碰瓷 就不會有那麼多大陸人 害怕做一個善良的小天使 大家都是被蛇咬過 又或者見過蛇的蹤影 才那麼害怕 所以 總結也是那句 不可以覺得女生在性方面 有一點瑕疵 就去戒定她 這個人是一個什麼人 所有人都要相處 真的了解過 才知道她是不是好女生 我們看到報道 調查35%的受訪青年 未夠16歲失身 百分之22的性伴 非男女朋友關係 即SP 即有兩成的人有SP 有三成多的人 未夠16歲失身 嘩 都很誇張 當然只能夠是越來越誇張 因為現在認識一個朋友 實在太容易了 你不要說什麼Vcheck附近的人 認識一認識 大家知不知道 在Telegram 是一個非常好的認識人的社交平台 不需要真的去知道那個人的contact 就這樣在那些group的check 已經可以找到那個人 直接訊息 非常之容易 大家以為只是女生會被騙 騙豬仔 原來三十歲的男人都會被騙 沙田 這個三十歲的男人 在Hey Mandy 姓葉 裸療 唉 真是 結識了一名人士 其實好說不好聽 如果你沒有直接打電話 或者這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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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見對方 面對面 根本上你就很可能 不知道那個是男還是女 跟對方拿了 就被人拍了這個不艾影片 就被人勒索一萬元 小枝羅智祥幾年前都試過船 為什麼這麼多人還會做這些傻子威呢 很明顯 你第一步要做什麼 當然是語音 你不要跟我說 什麼不方便 又或者我媽媽爸爸在這裡 我不方便跟你語音 一聽到這些 就很麻煩走頭 有鬼 晚上無故不回訊息 不可以語音 要麼他就有另一半 要麼他就要交人 要麼他根本男女癡紅 不便 事主未有答應 這個男生 30歲的男生 被人屈一萬元 當然是死也不給 沒有理由這麼蠢豬 真的很多這樣的新聞 馬鞍山17歲的少年 玩Telegram 被拍不雅的影片 租勒索買五千元點數報警 當然是報警 我真的都是說那句 就算好像那個之前 是否有一個叫Bella的地產妹妹 被人的影片放了上那些鹹網 到現在還在流傳 又或者台灣的紅紅 有兩段的鹹色影片上了網 或者是台中的紅豆妹 那條女真是傻 被人拍了去跟她男朋友的性愛短片 有兩條 好像兩分幾鐘 被人擺上網 除了是一些名人 我覺得不認識你 露人夾月餅 就算拍得你很清楚 那樣子 現在什麼環境 每個人戴著口罩 退一萬步說不戴口罩 就這樣 我剛剛看完你的影片 在街上 碰走碰過 我面對面撞到你 我都不會認得那個人是你 就算認得又怎樣 難道我看完你的影片 在網上流傳 我走過去跟人說 喂!你的影片很精彩啊 那不會有人這麼傻的嘛 所以一遇到這些事情 太多了 怕什麼 就是報警 就算我真是蠻色 被人拍照 被人拍了片 勒索 勒什麼鬼索 現在什麼世代 相片 我又不是張柏芝 我又不是阿嬌 真的不需要害怕 最蠢就是那些什麼 被人要脅 然後繼續出賣自己的肉體 換取金錢給那個人 又或者是免費 給他不斷來不斷拼 一定要告訴自己身邊的親人 或者可靠 老師、社工 或者朋友也好 壯膽 報警是唯一的出路 如果不是真的 分分鐘賣你去那些什麼東南亞 做雞也像 太多這些新聞了 鴨利洲青年玩交友APP 租拍下不雅影片勒索一萬元 黃大仙二十歲青年玩交友APP 租勒索一萬元 不給錢報警 沙田二十五歲男 墮裸陷阱 被勒索幾皮野險失財 哇 真是沙田中年漢 這麼多沙田人 這個就輕一點了 勒索兩千元 長沙環十四歲仔玩交友APP 被拍不雅影片 勒索幸保不失 這麼多這些男生 很明顯 那女兒沒見過外貌 被人截圖 拍照 勒索錢 都是一句 你叫她 對方叫你拍 很簡單 你就說 我只是給你看我下半身 你看看她的樣子 你就說 你幫我看看 我就給你看 一定要公平 她給你看什麼 你就給她看什麼 她給你看的樣子 你也要展示的樣子 戴著口罩 從文字上 從語音上 大家會知道去到什麼猴底 就算你玩這些 大家也好 Praise Mark 不要那麼蠢 被人拍了以後給錢 你就說 好 你就散播 你想鋪哪裡 你想鋪連燈 高燈 TG IG 還是哪裡 我999 我就打了兩個字 第三個字 你一有動作 我就按下去 看看你先死 還是我先死 大家不需要害怕 真的 分享一下我朋友的個案 是我朋友 永遠分享這些 我認識有個人 不知道是誰 其中一個 他是CDRU 但CDRU 原來有肥仔 真的 真的 掉眼鏡 我這個朋友 跟他發展得很好 去過幾次 喝東西 吃飯 看電影 看電影 有一次 看完電影 從羅科走出來 我這個朋友 想翹那個男子的手 誰不知 這個男子 突然突然 好像捉電 快如閃電 動作 第一個反應 就是拼開 我這個朋友 真的 打個打 很快 他都知道 這個男子 應該有女朋友 出來玩 當然 離開了之後 就有訊息 問他 究竟你什麼 你是不是真的認真 想認識男女朋友 那男子 終於說 原來我是有一個 拍了很久的女朋友 整整整的 下沙千字 另外一個 又是玩家 又好像EU 我記得 朋友跟他拍了 大概兩三星期 有肉體關係 我這個朋友 當時是妹妹 偷看電話 有很多人 在爭論 應不應該偷看另一半的電話 我只是想說 如果你未結婚 看 如果你結婚 就不要看 為什麼 因為你結婚 已經進入了另一個關係 尤其是有了小朋友 你如果已經滿意他 現階段 作為一個老公 或者爸爸的角色 你OK的話 就真的陌生一隻眼閉一隻眼 好像蔡依林首歌 如果不是 所有人 用放大鏡去看 尤其是看她 那些跟朋友 group check的 message 不開心的 只會是你自己 如果你看到 那些不開心的 訊息 又或者語音 你會怎樣? 你會走? OK了 我告訴你 她跟其他女生有曖昧 叫雞 甚至one night stand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 拔到這條刺 你跟她先離婚 如果不是 那為什麼要看呢? 但如果結婚前 又不一樣 我可能剛剛認識 或者我認識了一段時間 覺得你有景色 又或者女人 第六感 真的很準確 我真的知道 真的非常準確 在這個時刻 你未結婚的時刻 當然是看 當剛剛開始 覺得 又不是很平衡 但又覺得 很想跟她在一起 那你就偷看 看到有事 你就離開 那我這個女生 當時女生朋友 就看到 這個EU的男生 她睡著了 偷看她的電話 發現 原來她跟幾個女生 都在frat 叫老婆 sweet good night 大家在幾個位置 真的要檢查一下 首先 曾經下載的apps 已經有景色 或者刪除了的 垃圾桶的照片 又可以有景色 再不是 如果她有 心跳的標 又或者 她告訴你 睡覺之後 會繼續走多少步 看看她有沒有 call uber 叫外賣foodpanda 那些apps的record 究竟她是叫一人餐 還是二人餐 message archive的那些 一定要看 有些男人真的很笨 下山一千字 check那些 有高張的那些 可以裝上那些鬼鼠apps 付錢那些 更厲害 可以完全知道 這個人究竟在哪 當然不是快賣風 那些那麼簡單 不說那麼多 免得害到人家 家破人亡 我這個女生 發現了她這個男生 剛剛開始的男朋友 有這麼多個曖昧之後 她就馬上拿出來 跟男生攤牌 這個男生都很誠實 告訴她 我這個moment 我只是打算玩 我沒有打算定下來 如果你是認真 那就真是so sorry OK啦 那就有一個 還有一個 我這個女生 當時也是玩到七彩 咦 她又是被一個 當時是PC的警察 剛剛開始了一段時間 大家都非常之愛 愛火燒的棒棒聲 誰不知我這個女生 又爭不下 她就非常之掛著 她前度男朋友 又是警察 對啦 誰不知後來那個PC仔 就偷看我這個女生的電話 女生朋友電話 發覺她跟之前的男朋友 我們還有曖昧 嘩 這個男人好厲害 這個男生 完全不露聲色 她在哪裏看呢 她在一個WhatsApp那裏 看這個女生 跟她的女生朋友聊天的對話裏 發現了 原來她還是很深愛她之前的男朋友 她見到這個message之後 就不出聲 默默地玩了那一天 去西貢 放狗 吃飯 花錢月下一輪 送這個女生回家 離開了之後 她就發了短相給她 我已經看了你的電話 原來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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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後我們都不要聯絡了 故事就從這裏結束 誰不知 N年後 這個當年很缺絕的男生 又走來找這個女生 那我想問一下 究竟這個男人是沒有貨 還是找不到新女 還是他真是一個愛情這麼潔癖的人 但是身體又不潔癖呢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 只要大家拿著中指 不是伸出中指 你玩得起 你可以輸得起的話 那你就去做 沒有人覺得需要為他自己的苦果埋單 只有你自己承擔的結果 就算現在有家庭有家室也好 只要你肯負擔起這個結果 沒有人可以挑戰你 那當然 你如果是結婚有小朋友 麻煩 不可以像王力宏那樣 善養費 一些離婚的共同財產 所有事情都要取義 離婚之後 可能說 有很多男人很奇怪 離婚之後 她對後頭婆的兒子 比她親生的好 這些所有事情都要計算 所以你說結婚 有小朋友出來玩 不是說玩不起 而是太麻煩 那當然 喊雞就是另一個故事